解读英国硕士预科的通过率和升学率 说到英国硕士预科 许多同学都会问一个问题 通过率如何 我们常常会看到学校在宣传硕士预科时 强调通过率几乎接近100% 很多学校以100%通过率 作为吸引招生生员的学头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每一位学生都能 成功升入该校攻读硕士学位呢 这里学校在招生宣传中往往 出现了一个信息误差将通过率 与升学率混淆了 通过率passing rate 指的是学生通过硕士预科课程 获得硕士预科证书 并最终顺利结业的人数 一般来说只要学生正常出勤 考试成绩没有低于40%到50%的最低分数线 他们通常都能获得硕士预科的结业证书 升学率progression rate 则指的是通过硕士预科后 升入同一所学校攻读硕士学位的人数 由于不同学校的硕士项目入学要求各异 对硕士预科的最终成绩要求也不同 排名较高 入学门槛较高的学校通常要求学生在 预科阶段获得60%甚至70%的成绩 才能升入本校攻读硕士学位 因此许多学校不公开升学率数据 因为这可能会影响招生生育 让我们看看学校招生网站上的数据 哪些数据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误解呢 一些学校会公开毕业生的去向情况 例如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他们在硕士预科的官方网站上明确标明 2019到2022年的硕士预科通过率为98% 然而真正升入该校攻读硕士学位的升学率为89% 在这89%的学生中 82%获得了优秀的成绩 merit或distinction 另一个例子是伦敦大学学院UCL 他们在硕士预科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数据为95% 然而这个95%并不是指通过率 也不是升学率 而是指2021年通过硕士预科课程 升入UCL攻读硕士的学生中 有95%获得了优秀的成绩 关于有多少学生成功 升入UCL攻读硕士学位 我们无法得知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杜伦大学 Durham University的官方网站上 他们只公开了98%的数据 这个数据并不是通过率或升学率 而是指2022年从该校硕士预科结业 并符合杜伦大学硕士入学条件的学生中 有98%收到了杜伦大学的offer 至于其他2%的学生 尽管已经符合该校的硕士入学要求 却未能获得offer 原因不得而知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是否应该对硕士预科的数据 有更为清晰的理解和认知呢 那么英国硕士预科的真正通过率究竟如何呢 前往英国攻读硕士预科的学生并不在少数 一般来说 70%到80%的学生可以顺利升入 最初选择的大学继续攻读硕士课程 然而一些名校由于入学要求较高 竞争激烈 硕士预科的升学要求也较高 因此升学率可能不会超过50% 同学们对于硕士预科的选择应该根据 个人情况和目标进行仔细权衡 别被数据骗了啊